继续要带引到台南来看 这边有一个老牛跟老羊的安养之家 这是在关庙区的一家护生园 前身是一处奶羊饲养场 在宗教团体接手之后 不但停止了生产养奶 而且还转型成为老牛羊的安养院 里面也收容了许多五家可归的动物 像是走私被查获的象龟 还有被弃养了鹦鹉等等 把宗教的放生 生态的保护 还有生命教育的宣扬 合而为一 走进这处畜牧场里 到处播放着佛号的音乐 里头的羊汁显得特别老迈 但少了动物们一看见人类 会特别紧张的气氛 场区饲养将近三百头的奶羊 却没有任何收集羊奶的设备 原本这里是一处奶羊饲养场 不过三年前由佛教团体接手 变成了羊汁的护生园区 佛教里面有车尾提到 救护生命的利益功德是很大的 而且现在社会如果能够救护一条生命 其实是对生命本身是一个 很崇高的一个价值 所以原本这个场地 观庙是一个 乳羊场的一个特别的繁殖 或者是一个收集羊乳的一个场地 后来就是因为 这边的园主因为得了癌症之后 后来被我们师父来关怀 他觉得他愿意把这个场地 转成一个完全以护生为价值的一个场地 他能够做一些推广这个护生这个理念 不只奶羊退休可以养老 公总羊也可以在这里安享晚年 至于园区里还有一些小羊 也是因为宗教的放生仪式 跟着羊妈妈躲过一劫才得以出事 我们其实也是在无意间 在两年多前 那时候呼声员刚成立 然后我们买进来发现说 怎么会有小羊了 就突然发现生了小羊 那我们就大家就想 那像这样子的话 可以同时买一条生命 可以救很多条生命 就是妈妈她被我们带回来的时候 其实她有很严重的乳腺炎 所以她没有办法供应养老 所以汪汪从小就是我们喂她的 我们喂她牛奶这样喝 然后汪汪跟我们就很亲近 所以我们常常把汪汪带出去散步 跟我们一起工作玩耍这样 然后妈妈在这边想念她 所以她一看到我们就要开始 一直跟我们叫要她的孩子这样 不管是母奶羊还是老公羊 过去在生产效率降低的情况下 最后下场都是被送往屠宰场宰杀 现在有护生员照羊 不仅老羊可以安养天年 还有因为走势被插后的相规 合照弃养的鹦鹉 也在这里得到妥善的照顾 成为生命教育的场所 实践宗教的护生里面 因为现在放生 在这个时代的支持 应该找出另一条出路 这个护生里面 动物羊在里面 刚好是两全其美 又达到宗教团体的放生的目的 而且又不会破坏环境 又可以当一个环境教育的场地 一举素得 民间团体募资成立老羊安养院 公部门也不妨多让 早在12年前 合并前的台南新政府也投注资源 成立全国第一家老牛安养院 收容为农民辛苦工作的牛资 有一个安养的处所 避免走上被屠宰的命运 这事故喔 他那时候做平均267年了 事故没有说 你做的时候都做267年就死了 这些就是扎提了 来这里刚才吃好很健康 所以说 他多么多久 已经超过平均30年了 31年了 已经超过了 所以说 可以游到现在 超过已经扭下了 这厨衣的牛都是商业市长 人家的台北厂那种的 不然就比较老的做牛肉串 有一种的事都会去闭掉 那会是捐赠来这里 要用一个怀旧 有这个厅 要用怀旧 还有孩子要用知识教育 户外教学都来这里 借着护身安养 宣扬尊重生命的理念 让来参观的大小朋友 上了一堂尊重生命的教育课程 主要让他也是熟悉说 以前的一些 就农作社会的一些情况 还有这些牛的辛苦的一面 就像我刚刚跟我小孩讲 我说这些牛 他们帮农夫照顾这么久 那通常可能他老了 我们可能就送到屠宰场 那我觉得有这个地方 就是让孩子知道说 他们帮我们牺牲奉献 我们不是就把他们吃掉之类的 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地方 让他们安享晚年 我觉得让孩子知道 就是说每一种动物 它有它的生命价值在 不管是毕生为人们 贡献奶水的养肢 或是劳力一辈子的羹牛 因为护身理念的提倡 不在左上被屠宰的不归路 也让民众体会保护生命 尊重生命的意义 民事新闻林俊明 台南市报道